狼子野心,中越反击战后,大败的越南居然还敢燃指我大中华领土,我军反击本可轻松解决,但却开启了漫长的十年论战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 知晓历史事件,纵横史记长河,欢迎收看本次讲解。 说到越南,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白眼狼这个词。 我国对越南的帮助那是天地可见的,不但帮他们搞革命,还帮他们对抗法美两国的入侵。 就连我国自己都自身难保的时候,还不忘对他进行经济援助,但是到头来却上演了一出真实版的农夫羽舌。 人家越南全然不国恩情,不仅欺负周边国家,还企图侵占我国领土,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白眼狼。 面对这种情况,我国必然要自己清理门户,最终给了越南一个大大的教训,本以为他会就此老老实实的。 但是,令人没想到的是,我国的军队刚刚撤回,越军就再次将进攻线推进至边境。 我军立马集结抵挡,双方在法卡山、老山、哲音山等地爆发了一系列新的战争,并打成了拉锯战。 这其中的老山战役,打了整整十年,在我国军队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 从战略学角度来看,一场战争的起始时间,要取决于战争双方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实力,还要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实力。 但是,纵观中越整体实力,论经济,那时的我国在世界GDP总值排行里占第八名,论军事实力,那时的我国也是不差的。 而越南经济上就不说了,军事无非是受到了苏联的支持,但是整体还是不如我国的。 按理说,老山战役本应该没那么难打,但是我国却与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,这不禁就非常令人疑惑了。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?接下来,我就带领大家深入探索十年论战背后的真相。 看到这儿的朋友,可以长按点赞并关注,以便观看下期精彩视频。 对于老山论战为什么打了十年之久?其实,单看双方的战争目的,就能猜个七七八八。 首先,我们要明白的是,无论是对越反击战,还是老山战役,我国都是被迫反击的。 这两次战役,我国不是侵略,也不是想占领越南的领地, 只是单纯地捍卫我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。 对于领土问题,我国一时都是毫不相让的,即便是战争胜利了, 我国也会遵循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,放俘虏,撤军队,一丝占领别国领土的杂念都没有。 但是这样,往往会让某些国家觉得我国好欺负。 中印边境之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,但是最起码印度不是藏着掖着, 而越南,那是妥妥的白眼狼,给了他一口吃的,还反咬我们一口。 教育理顿以为会老实点,谁知道还是野心不改, 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把侵略和占领当作主旨的。 第一阶段战役的失败,在我们看来是给他们一个教训, 但是在他们看来就是羞耻。 对于这样一个野心极大的国家来说,那肯定是不服气的, 也不关心是不是自己实力的问题,直接重建攻势,卷处重来。 我也不知道是该说他无脑呢,还是该说他投铁。 但是这场战争显然是有预谋的,那时的我国与苏联的关系并不是太好, 而越南又投靠了苏联,所以不管是出于越南自己的军事侵略, 还是出于背后有苏联这个靠山,他似乎都表现得有恃无恐, 但是不得不说,越南的军事实力在得到苏联的帮助后, 的确提升了不少,当然这只是一方面, 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国的目的了, 虽然那时的我国军事实力并不俗, 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, 那就是我国解放军缺乏实战经验, 自二战以后也就只经历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役, 所以在战术的运用上还显得不是太熟练, 所以十年论战的原因,想必大家都已经猜到了, 为了让军队拥有适应长时间战场环境的能力, 积累深厚的实战经验,以及快速提升战斗能力, 我国就将老山战役当成了一个练兵场, 专门用来磨砺士兵, 在这十年战役中,我国各方军队轮流上阵, 新兵们都接受了真切的实战训练, 据说这场战役打完之后,越南的经济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, 最后一点就是站在越南背后的苏联了, 那时因为种种原因,我国已然和苏联决裂了, 对于苏联来说那是丢面子的事, 所以必定对我国充满敌意, 他甚至还在我国边境入驻军队安营扎寨,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, 而且越南之所以敢再次入侵, 有90%的可能是苏联怂恿的, 不然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, 而苏联正是利用了越南的美脑子和大野心, 怂恿其对我国发起入侵, 想以此来消耗我国的经济储备, 但是苏联可不是傻子, 看见形势不对就立马跑路了, 但是他这一系列神操作是彻底伤了自己那一帮小弟的心, 这也成了后来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, 于是处于三方各自的目的下, 老山战役就爆发了, 那时的我国刚刚完成自卫反击战, 遵循和平解决的原则进行了涉军, 好家伙,那越南是直接开始的钻空子, 我们前脚刚走, 他后脚就直接占领了老山, 建筑了大量的战地攻势, 还把自己最新进的各种武器搬进了老山, 那阵仗是已经做好了与我国不死不休的准备了, 据悉, 不甘心失败的越军, 还多次向我国境内农场, 学校等场地进行炮火轰炸, 即使我国边境居民有上百人因此丧命, 学校和田地等场所也被炸毁, 无法使用, 很多都处于荒芜状态, 这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, 很多百姓都站出来高喊, 赶走越南侵略者, 保卫中国领土的口号, 为此, 我国还多次对越南进行喊话警告, 但是那越南却认为, 我国就是在吓唬他, 不会真的发迹进攻, 越南这个态度, 属实是让人有点奇怪, 要知道,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,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 都没有与我国发生正面冲突, 可是这个越南, 却跟个熊孩子一样, 记吃不记打, 任凭我国怎么教训他, 他都跟无所谓似的, 尤其是老山战役, 他们打的是异常的凶, 即使失利, 也要不断进攻, 这是为什么呢? 别着急, 您往下看, 老山这个地方, 位于我国云南省的一个偏僻角落, 但是, 它向北可通是我国境内纵深25公里的地区, 向南可俯瞰越南老寨, 清水以南27公里地区, 向东可直接封锁, 我国马里坡县通越南河江省的主要通道, 向西可监视12号借庄以西至寇林山边境主要点, 是越南侵犯我国的主要通道, 其战略意义非同一般, 这越南本来就一心想着要侵犯我国领土, 所以趁急钻空子, 把老山给占了, 战争初起, 甚至连特种部队都用上了, 这种特种部队实战经验很丰富, 主要是他们是把自己当死尸用的, 哪怕浑身爬满驱虫, 都不带动一下的, 不得不说, 这些人对自己是真狠, 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怕死的人搞偷袭, 导致我国有了不小的伤亡, 但是中国军人的毅力, 是他们不敢想的, 毫无退缩至今, 一心抗敌, 经过一番艰苦奋战之后, 我军又重新夺回了阵地, 当时的越军死伤十分严重, 但是老山的位置对越南来说太重要了, 即使失利, 越军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发起进攻, 虽然当时我国军队在战术上并不是太熟悉, 但是我军的情报工作可是很准确的,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, 所以我国就干脆把老山战场当成了磨练士兵的训练场, 长达十年的论战不仅让我国将士的战斗能力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, 至于最后老山的归属权是怎么安排的, 想必也是大家所好奇的, 对于老山的归属, 我国和越南方面都宣称具有主权, 在经过后续好几年的谈判后, 双方才最终达成协议, 划给越南113平方公里, 划给我国114平方公里, 对老山的争议这才落下帷幕, 这场战争虽然只是局部冲突, 但是意义可是很大的, 不但让西方国家看到了我国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, 而且还让其见识到了我军后勤部队的保障能力, 我军更是从这场战斗中锻炼了自己, 获得了不少的新技能, 毕竟在训练场上练几千次, 都不及在战场上练一次的, 整个老山战役, 我军一共牺牲了200多名官兵, 战争结束后, 我国解放军在老山主峰上, 为这些烈士们建造了一座纪念碑, 用以为起这些牺牲的英雄们, 看了这么久, 相信大家心里肯定有一个疑惑, 那时候的中国也不弱呀, 越南与我国交好, 好处也不少, 为啥就非得当个白眼狼呢? 这个问题, 就要追溯到1954年的夏天了, 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, 人心不足蛇吞象,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具体讲讲, 是怎么一回事, 1954年夏天, 中、美、苏、瓦、英等国, 在瑞士召开了日内瓦会议, 会议主要内容就是讨论越南问题, 讨论结束得出的结果是, 各方同意, 以北位17度线为界, 把越南一分为二, 北边实行社会主义, 南边实行资本主义, 这不免就让人有点疑惑了, 我国那时候不是帮越南的吗? 其实, 我国也是有苦衷的, 那个时候, 打完电蝙蝠战以后, 我国就没办法帮越南了, 因为当时的我国, 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非常薄弱的, 而法国人是由美国帮助的, 如果继续打下去, 越南军很容易会被从中截断, 那打击可就是致命的了, 我国可担不了这个伤害, 再加上当时朝鲜战争才刚打完一年, 我国在国际上处处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, 所以我国才参加日内瓦会议, 想以此来缓和一下国际关系, 扩大一下国际上的贸易往来, 因此, 我国不得已才同意了将越南一分为二这个结果, 但是这个结果, 越南那边肯定不会同意啊, 越南总统认为, 我国作为越南的大哥, 就应该全力支持越南继续统一, 对此我只能说, 这孩子估计是打仗打上头了吧, 后来我国也找越南方面做过思想工作, 越南总统没办法, 也就勉强地接受了, 但是他手下的一些官僚们却有着很大意见, 他们认为是我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出卖了他们, 这话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出口的, 我国是他们的爹还是怎么着, 啥事都得帮着, 其实从他们说的这些话来看, 就已经能很好的说明, 后来越南忘恩负义的原因了, 到了1971年,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, 次年中美便开始洽谈建交的问题, 这一系列行动直接让越南受到了天大的刺激, 在他们看来, 是我国这个大哥又出卖了他们, 看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, 反正我是笑了, 这越南像起了一个缺父爱的孩子, 还有点争宠的味道, 后来唯一接受我国想法的越南总统也嗝屁了, 随之替代的是他之前的那些手下, 从这个时候开始, 我国与越南的关系就已经变得很微妙了, 但是在1975年, 越南赶走美国人之前, 他还是得需要我国帮助的, 所以就暂时没跟我国撕破脸皮, 在赶走美国人之后, 关系瞬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, 那就是我国自越南战争后, 对越南的援助就越来越少了, 但是在越南人心里, 已经习惯了我国的援助, 他们认为我国这个大哥变心了, 不但背叛了自己, 而且还和敌人做朋友, 最重要的是, 还不给我们钱花, 狠心地看着我们受罪挨饿, 我看他们这说法, 我国已经不单单是他们大哥了, 我觉得当他们爹都不为过, 跟个嗷嗷逮捕的孩子一样, 我国帮他们是出于情分, 不帮他们也是本分, 但是人家却认为这是我国的错, 也正是因此仇恨就产生了, 这才有了上面讲的, 越南那一系列狼心狗肺的行为, 所以说, 有些国家就不能帮, 毕竟狗改不了吃食, 虽然现在携手合作才能共赢, 但是也避免不了一些友谊的国家使坏心眼, 但是我相信我的国家, 眼睛是雪亮的, 未来的我国会越来越富强, 越来越昌盛, 你问我为什么? 我只能说, 因为中国人有一颗和平的心。